嗨小伙伴 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 一周的时间就是这么的短暂 我们又见面了 那这期依旧还是调以金酒为鸡酒的 鸡尾酒 这期有三款 上期已经调了三款了 当时对金酒做了一些介绍 如果没有看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去看上一集 我们这期就不讲那些了 如果有哪位小伙伴 在我上期节目看到最后的话 你就会知道当时我做饭的时候 我把手划破了 然后当时用手挤柠檬汁 非常的痛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样的榨汁棋 如果你是看过我第一期的小伙伴 那你就知道我当时是没有买 因为我一直是用手来挤的 不过现在买了这个觉得还是 真香 好了话不多说了 我们直接开始调酒吧 这期的三杯几杯酒都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都是度数相对比较低一点的 上期的那几杯都是化 喝完真的是有点顶 有点顶 不过这一期的就还好 就是 小意思 我们今天要调到的第一杯酒呢 就是金汤力 金汤力 从名字就可以听出来 它是由金酒和汤力水调制成的几杯酒 汤力水的主要成分是奎宁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呢 立即就肆虐了印度半岛 但是奎宁是可以预防利己的 汤力水就是当时用奎宁做成的一种药剂 但是汤力水呢 喝起来就特别的苦 当时人就觉得 这不行呀 这么苦 我能不能喝得下去呢 之后呢 他就找了水 清零然后还有金酒混在一起喝 之后发现 诶 这个这么喝还挺好喝的 之后呢 就流传了下来 不过这杯酒呢 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比例啊 所以大家自己在家调的时候 可以按照不少的比例来试一试 毕竟你自己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调这个金汤力 那这个酒非常简单 它是一个对合的酒 对合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第二期视频也有讲过 不知道 小伙伴可以翻过去看一看 然后我们现在里面加满的冰 之后我们加入30毫升的金酒 因为我这个杯子比较小嘛 我喜欢的比例大概是 金酒和汤力水1比2左右 所以我就倒了30毫升 大家可以自己找自己喜欢的比例来做 然后我们用汤力水灌满 最后呢 用一片柠檬装饰一下 好了 这就是一杯金汤力了 金汤力 三杯 也是蛮清爽的一杯酒啊 而且中和掉了汤力水的那种苦味 没有那么的苦了 确实是蛮好喝的 好了 我们来调下一杯酒 下一杯酒呢 叫金飞式 金飞式 那这个酒和刚刚我们调的那杯金汤力呢 是有关系的 当时在印度半岛的那些英国士兵啊 然后把这个汤力水的配方带回去 回到英国之后呢 他们其实就不太需要喝汤力水了嘛 然后他们就觉得 我用苏打水 然后加上柠檬啊 加上糖浆什么的 是不是也还蛮好喝的 然后就试了试 觉得还确实不错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调的金费子了 那费子呢 就是碳酸饮料 听到那个滋滋的那个声音的感觉 那这个费子呢 也是鸡尾酒的一个种类 它代表是烈酒加上不达水 加上柠檬汁 加上糖浆的一个组合 如果你以后看到 以费子结尾的其他鸡尾酒的话 其实大概配方应该也差不多 好了 那我们现在来开始来调吧 首先我们拿出我们的调和杯 然后加入45毫升的金酒 然后加入20毫升的柠檬汁 然后加入20毫升的糖浆 之后我们在我们shaker里加冰 然后shake 然后拿出一个开锅杯 其实应该用柯林杯 不过我只有一个柯林杯 上次我也说过了 就是这两个杯子是没太大区别 用它代替也是可以的 杯里加满冰 把我们舀好的酒叶倒到杯里 然后气泡水灌满 稍微的提拉一下 最后呢 就装一片柠檬 装饰一下 好了 那这就是一杯 金废子了 其实是不是感觉和 金汤力其实差不多 我味道确实 有蛮大的区别了 干杯 再加了糖浆和这个柠檬汁之后 再加了酥辣水的感觉 要比金汤力更甜一点 然后我觉得会更清爽一点 那看这两杯是不是尝得差不多 那最后一杯酒呢 就是白色的蜜蜜蜜 YLADY 那这杯酒呢 我在调蓝蜜酒的时候 已经介绍过这一杯了 那配料其实和当时打XYZ 其实差不多 这杯酒是在1991年 有一位伦敦的bartender研究出来的 当时的场景应该是这样的 就这个bartender看见一位女士吧 一位优雅的女士 然后那个女士过来 就是想问一下喝什么酒 然后就问那个bartender 诶 有什么能给我推荐推荐的酒吗 我现在想喝一点 然后他就跟这位女士说 诶 姐姐 我知道有一款酒特别适合你 马上给你挑一个试试 保证不会拖 然后呢 他就调了这一杯YLADY 给的那个女士 然后你从这个酒的这个名字 和颜色上 其实也能看出来这杯酒 代表那种清晨和高贵的感觉 好的 那话不多说了 我们就开始调一杯YLADY 白色丽人吧 我们一旧拿出我们的调和杯 然后我们加入30毫升的金酒 之后我们加入15毫升的菌度 然后我们加入15毫升的柠檬汁 然后我们在shaker里加冰 把酒也倒进shaker shake 然后把我们搅好酒也倒进这个曼天尼杯 最后呢 我们拿一片柠檬装饰一下 好了 是不是颜色上来看起来 非常的清纯和高贵 好了 那我们来尝一下 准备 其实不要被它的外表索猛片 这个酒其实还是有点烈的 好了 这是我们第二期以金酒为机酒的 机尾酒视频 也是金酒的最后一期了 我们下一期就不讲金酒了 我们下一期就开始讲下一款机酒了 那这三款酒其实 和上周比起来真的是 度数低了不少 对我来说简直是小意思 上一期都喝完了 那这期肯定没问题 是不是 所以接下来就是传统艺能世界 然后干杯 真的 这都是小意思 经过了上一期 我是什么大风大浪 没见过别人 真的 小意思 小意思 其实酒还好 不过这两杯气泡水就是有点顶 好了 很开心你能够看到这里 所以我们下一期来讲一讲 以福特加为机酒 能够调什么鸡尾酒呢 对福特加感情的小伙伴们 一定不能错过下期 这样可以给我一个一键三铃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这两杯气泡水 真的是太顶了 太顶了